1895年2月12日下午 刘宫岛上早已听不到 昔日炮火的轰鸣声 岛上的北洋海军 都属门前 更是门可罗雀 在提督署的西院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正在给他的上司 李鸿章写信 随后他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这酒杯里显然有东西 是什么呢 鸦片 俗话说 大烟膏子就酒 小命历史没有 三个小时后 丁汝昌体内毒性发作 不知什么 中年59岁 丁汝昌 为什么要自杀 而且自杀的方式 有很多种 为什么他单单 他单单就选了吞噬鸦片 而鸦片大家都知道是 为敬佩昌体内毒性 怎么会在北洋水师里会有呢 要回答这一个一个的疑问 我们还是先得从那场硝烟弥漫的黄海海战说起 黄海海战后 北洋水师虽然损失了志远 京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 但主力铁甲舰定远号和阵远号仍然在 显然 主力铁甲舰炮火的存在 对于日本陆军 企图在渤海湾登陆 展开所谓的直立平原决战 攻占北京 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因此 他们决定扫清这个海上的威胁 日本陆军决定 消灭北洋舰队剩余主力 那么北洋水师 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 位于大连的旅顺基地 这座主要用于北洋舰队 保养维护的大型船物 此刻拥挤着一艘艘 在黄海海战中伤痕累累的 北洋军舰 画面中这张是正在抢修的镇远号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 船体上那些 大大小小的白矿 还有这儿 这是工程人员用白漆画出来的 船上受伤受损的地方 就用白漆把它框起来 或者圈起来 然后把这一块切割掉 再补上一块新的船板 也就是给船打补丁 当时在所有的船船里面需要维修的 白矿最多的 是在福尔坑建造的装甲巡洋舰 来远号 这张发表在伦敦新文画报上的油画 现在收藏于中国海军史研究会 就是他 丁远舰从舰条上掉下来摔伤的北洋水师提督丁如昌 回到吕胜后 他的头和脚越来越重 耳朵里不断地流出血水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894年 丁如昌已经不是那个1881年 前往英国接杨威超勇巡洋舰时的健壮男人 他的双甲已经变得枯高 颧骨高松 用瘦骨灵巡来形容这个才59岁的男人 也不足为过 内伤先不说 单从外表看 丁如昌这个样子 不休息个三五个月 根本别想再打仗 所以丁如昌请病假了 可没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月 这个非常需要继续休息疗养的男人 却不得不消假了 1894年10月16号 定远 镇远 平远等军舰 在旅顺刚刚修理完火炮 舰体的损伤还没有修理好的时候 丁如昌就率领这些军舰开往威海 补充燃煤弹药 预备日后在威海旅顺一带游异 这样 渤海湾又出现了飘着龙起的军舰 丁如昌这样做也未免太冒险了 如果在海上遭遇日本联合舰队 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一点 丁如昌不可能没有考虑到 那么它冒这样的险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日军想攻占北京 那就必须打通从海上直达京津门户天津的海盗 日本人结贪婪的目光 聚集到了渤海湾口的旅顺半岛 同时切记消灭北洋舰队 为了侦察最佳登陆地点 9月23日 日本军舰浪速囚禁州 突然出现在危害湾外被刺 24日 这两艘军舰 又在大连湾和旅顺口一带的外海上现身 25日 日本军舰鸟海华重山 出现在大连湾以东海岸侦察 也就是说 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 你总不能坐以待毙 等人家打进家里来砸东西吧 为了让四处横行的日本军舰稍微有所收敛 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率队出海 只是这一次 李鸿章特意指示他说 要做出猛虎在山之事 也就是说 你甭管我是不是要动真家伙 我先出去冲冲门面 吓唬吓唬他 让日本人有所顾忌 那么 日本人顾忌了吗 经过几天的侦察 日本海军在大连湾东北方向 发现了一片荒凉的海滩 花园口 花园口位于北纬39度30分 东京122度40分 海滩涨潮时水深可以达到3米 便于大运输船就近停泊 减少运兵山板来回转运的距离 可以使得陆军能快速上岸 更为重要的是 经过现场侦察发现 花园口一带岸上没有中国陆军驻航 海军认为 花园口是登陆的绝佳地点 陆军安全快速登陆后 可以迅速直上金州 切断铝顺后路 1894年10月24号 花园口附近的海面上 出现了一幅前所未见的景象 庞大的运输船队 抵达了花园口外的预定毛泊地 日本陆军在花园口的登陆方式 与淮军在大东沟的登陆方式类似 都是将运兵船载运的人员物资 散称各个山板内 再将四五艘山板串联在一起 用火轮山板脱带直驶岸边 如此往返转运 很快 海面上出现了多达284艘山板 以及22艘火轮山板 穿梭往来热闹非凡 从24号到27号 四天时间里 日本陆军作战部队基本登陆完毕 登陆兵力为 24,049人 随即他们开始向金州方向进军 随后 日本陆军长驱直路 攻破金州大连湾青军防守 一路烧杀抢队 直接向吕顺扑来 可等他们到了吕顺 日本人傻眼了 他们要找的北洋水师 不见了 从日本陆军一登陆 丁陆昌就看清了 日本人想要下的是什么棋 陆军能够玩出什么花样 陆军出身的丁陆昌 心里可是太清楚了 他这时候着急的是 他自己的担忧 李鸿章不知可否 丁陆昌越想就越觉得危险 无处不在 看这个情形 日军肯定会从陆地进攻旅顺 这样一来 停泊在港口内的军舰 就无法向高山后面的日军 发动攻势 而且旅顺港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他的入口非常的狭窄 在这个地方 每次只能容纳一艘军舰通过 这样一来 如果日本舰队 在口外进行封堵的话 那么情况就会很惨 会被他们各个击破 问题都摆在眼前非常清楚 但是李鸿章 并没有下达明确的指示 他只是让丁陆昌 随机应变自主决断 不过 李鸿章提出了一个 最低要求 那就是 即使船物沦陷 船断不可全毁 1894年11月13号 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 离开了吕顺 站在定远舰的飞桥上 丁汝昌望着吕顺群山舰检模 他万万也想不到 这一别 竟然是北洋海军 与吕顺港的诀别 1894年11月14号清晨 冒着北方冬季特有的刺骨海风 北洋海军主力舰队慢慢地驶进了威海湾 威海湾湾口以横沃海中的流攻岛为界 分成两个出入口 西北侧的出入口俗称西口 海面较为狭窄 东南侧的出入口称东口 海面开阔 海中还有座中流砥柱的小岛日岛 又被称为伊岛 甲午战事后 为防止日本海军偷袭 作为北洋海军驻博基地的威海湾 在提督丁武昌的谱下 东西二口海中都布置了由水雷 铁链 木牌等构成的防财蓝铺海口 沟海面完全用防财封堵 西口 由于要作为舰船出入的主要航道 格外在贴近流攻岛一侧 流出了一段宽度约600米的海面 不错防堵 并且在通道的两端还各用浮标标识 一粒舰船进入口式辨认 这两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标志物 一个靠近流攻岛 一个靠近水雷防护线 北洋海军的各舰 就按照两个浮标指示的航道 鱼贯入港 正所谓成也萧河 败也萧河 丁汝昌万万想不到 他为了方便辨认 让人制作的这只是浮标 却导致北洋舰队发生了重大的非战斗舰员 1894年11月14日进港时 旗舰定员赵立还在整个编队的领头位置 首先通过航道 舰守水线下的撞角 劈波斩浪 迎面而来的海水被奔向两边 浪花四箭如雪花飞散 定远舰入口时 考虑到尽量避开水雷布射带 以防万一 于是靠着流攻岛一侧航行 竟将靠近流攻岛方向的那个浮标 推离了预定位置 漂浮到近岛的礁石群之间 此时浮标的正下方和外侧下方海水中 实际已经都是从立的礁石 由于当时政治退潮 这些礁石距离海面的水深只有六米左右 跟在定远号后面进港的 是同级铁甲舰镇远号 舰上的官兵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海面的浮标已经发生了便宜 就是这个没注意 接下来的一幕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镇远号继续防照定远的动作 贴近流攻岛侧旁的浮标航行进港 由于满载没水不及 镇远舰的吃水已经超过了六米 当镇远逐渐驶进航道后不久 无可闪避地和礁石相遇 一阵刺耳挠心的钢铁摩擦声 从湿地发出 镇远触礁了 万幸的是镇远号军舰采用的是双层底结构 才避免了完全轻浮的厄运 在这种情况下 丁鲁昌果断命令镇远号驶向潜水渠 以免军舰因为进水过多而沉没 同时命令各舰抽出人员帮助他抽水 以图补救 听到触礁的消息后 镇远舰上有个人吓得脸色沙白 他就是镇远舰的管 林太曾 林太曾 自凯氏 蒲建侯官人 他祖父是抗英名将林泽旭的胞弟 林泽旭的女婿 蒲建船政大臣 沈宝珍是他的孤杖 虽然有强大后台为自己的事业保驾护航 林太曾从船政学堂毕业到复英留学 最后官位直抵北洋海军二号人物左翼总兵 镇远舰管带 但这位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的福建人 却不受右翼总兵刘不禅的待见 那么为什么刘不禅就不待见林太曾呢 似乎这事可以解释成刘不禅痛恨潜规则 刘不禅认为自己的能力在林太曾之上 但是每次宝举晋升 刘不禅 都会被鼓掌是沈宝珍的林太曾超过 刘不禅为此非常不快 经常找机会重伤林太曾 并且奚落他胆小怕事的缺点 两人经常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军队内部的和谐 丁如昌经常充当和世老 他成功地撮合成了刘不禅的女儿 和林太曾的儿子的婚事 按理说冤家变成了亲家 两家的矛盾应该化解了 感情也应该更进一步了 可是 镇远号触交之后 刘不禅的态度却意味深长 出事以后 林太曾乱了方寸 他在第一时间找到他的亲家 刘不禅 希望他能帮他出点主意 可没想到刘不禅却说 镇远 定远 军事国家的保障 朝廷多次降旨 明示要好好保护 你却将他撞坏 还有什么脸见人 刘不禅这官僵打得是冠冕堂皇的 林太曾本来是想让他帮帮忙 找点安慰 这一下他彻底崩溃了 这个场面和节目开头 是不是很像啊 确实很像 只不过人不是冰入场 时间也更糟 1894年11月15号凌晨 彻夜未眠的林太曾 独自一人 坐在镇远见的管带室里 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两样 和丁汝昌最后一刻桌子上 完全一样的东西 鸦片和酒 这时候 自责 愧疚 担忧 害怕 铁甲剑受伤带来的种种压力 让林太曾喘不过气来 刘不禅的话 在他耳边不断地回响 就像是一道诅咒 最后 这位性格内向的海军将领 没有能够解开心头的死结 他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以死来了结这一切 那年他才 44岁 镇远见处交 北洋水师左翼总兵 自杀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朝廷 接着 军机处就下发了一道余旨 北洋水师提督顶辱昌 统带失传不能得力 隔去兵部尚书弦 摘出顶带花里 接到旨意的这一天 丁如昌在海滩上 望着不远处的炮台 他久久地徘徊 真远舰未占仙商 又痛失灵太增 外敌层层逼近 这时候 丁如昌在精神上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他显得更加苍老 他两眼死死盯住 护卫北洋舰队的炮台 那里熙熙落落 几个陆军士兵的身影 更增加了他不祥的预感 在危害 除了北洋水师舰队外 还有一批淮军的精锐部队 驻扎在此 他们一共约七千余人 除去驻守海中刘公岛的护军外 实际危害陆地的防御兵力 只有五千人 五千人分摊到每个炮位上 仅仅只有五十余人 也难怪丁如昌会感到担心 这样的兵力 不要说拉出去远距离作战 就连守卫自己 脚下这块土地都成问题 要是碰到敌方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日本人这时候也在苦恼 丁如昌的海上防线 又是水雷防线 又是铁链 木牌 还有大口径火炮的军舰 如此天衣无梦的步 从海上进攻真的很难 海上步行就从陆上来 同样日军也发现了 危害陆地防御的薄弱 就这样 继花园口之后 戎城湾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港湾 就成了日军锁定的 下一个绝佳登陆点 戎城湾 海湾位于成山头西南 海湾水深较浅 仅有两米左右 大型运兵船无法靠近 但是小型的山板汽艇 可以毫无阻碍地使劲靠岸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 受成山头和龙须岛 遮挡 冬季刮起的西北风 对海湾内全无影响 是个天然的避风港 所以 戎城湾对于在冬季 想进行登陆的日军来说 无疑是一个绝好的地点 而且更让日本人 感到喜出望外的是 上岸一侦查 发现附近的村庄里面 既然没有清军驻扎 1895年1月20号 日本山东作战军登陆戎城湾 登陆完成以后 随即进攻南岸炮台 在拿下几座炮台之后 当他们攻打一座叫做 龙庙嘴炮台的时候 日本人又傻眼了 我们来看看 当时由日本随军记者 小川一珍拍摄的照片 正如照片所显示的那样 眼前这座炮台 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 而命令炸掉炮台的 不是别人 正是丁汝昌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究竟是还是不是 我们接着往下看 照片上我们看到 这个炮台 是陆家嘴炮台 它在龙庙嘴炮台的北边 照片上有一个士兵 正在操作火炮 看上去很正常 可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士兵是个日本人 他的火炮瞄准的是 港湾里的北洋水师舰队 你会怎么想 所以啊 丁汝昌炸掉自家的炮台 就是为了避免看到 眼前这一幕 可能有人又有疑问了 这炮台的防御也太不给力了吧 人数少多修攻势多埋地雷 减缓敌人的进攻速度 各个狙击 一瞧取胜 不是朝阳可以打胜仗吗 哼 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 是根据收藏在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油画 摩天岭之战 制作的情景在线 在这一圈胸墙上 每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一个缺口 是用来供火炮 从里向外射击用的 当时装备在这里的火炮 威力很有限 一共也只有八门 八十毫米口径的 德国造克努国行营炮 不过可别小看这点装备 在这之前 这里什么都没有 因为摩天岭实在太高了 重型机械和建制材料 都很难运上去 后来 朱叔在这里的陆军 看到威海局势吃紧 才临时抢修了这个土炮台 在炮台胸墙外面的山坡上 事先埋了很多地雷 但是这种地雷的杀伤力非常可笑 因为装的是低威力炸药 爆炸起来声音很大 但最多也就扬起一片尘土 最后只有一个日本士兵 手指头受了伤 其他什么作用都没有 后来 日军的后续目的 不断地涌了上来 摩天岭最终失手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拿下了摩天岭 日军高兴啊 日军少将大肆安纯 在手下人的陪同下 登上了摩天岭 到炮台上来视察 这时候 日本26新报的一个记者 拿起照相机 切里卡拉就是一通照 突然 砰的一声 惊雷炸响 整个炮台 顿时笼罩在滚滚烟雾中 等到烟雾散去 众人才发现 大肆安纯 倒在了血泊中 开炮的 正是军港内 丁武昌指挥的 北洋海军旗舰 定远号 定远号的主炮 准确地瞄准了这里 像大肆安纯 这样固定的摆排目标 对定远号的炮手来说 是小菜一碟 照片上我们看到的 就是那位高兴得太早的 大肆安纯 他手下的官兵 迅速把他用担架 抬往最近的野战医院 可惜 因为他胸口的 要害部位中了弹片 还没抬到医院 就死在了路上 这件衣服 是大肆安纯 毕命时所穿的 军服的复制品 现存于日本晋国神社 大肆安纯 也是危海之战 乃至整个甲午战争中 日本阵亡级别最高的 日本陆军将领 摩天领失守之后 日军集中兵力 用逐点拔出的打法 很快 陆角水杨峰里 谢家索这些南岸的炮台 就像多比多国牌一样 一个一个地倒下了 到30号午后 所有的炮台全部淋进 这些炮台 掉到日军手里以后 对北洋海军和刘公岛 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除掉这些威胁 丁武昌命令北洋海军军舰 向这些炮台发起进攻 画面中 这门位于 陆角水炮台的火炮炮馆 就是被定远舰给直接击断的 很快 丁武昌发现 北洋海军军舰射程 无法炸毁 位于南邦炮台 最东端的赵北族炮台 而这个配置有加农炮的炮台 恰恰是威海海岸炮台中 火力最猛的一座 而且炮火射程 覆盖整座刘公岛 怎么办 这时候 丁武昌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手里这本书叫 《日清战争实际》 是甲午战争期间 日本发行的 报道战争情况的期刊 每个月出三期 在其中一期里边 就对赵北族炮台的战况 有详细的记录 我们把这一段摘录出来了 看一下 又有哨兵自海岸 急急忙忙跑来报告 敌水兵三百余人 正在登陆 其目的大概是要 收复陆地炮台 登陆的水兵 像是都有拼死一战的决心 丁武昌 派出了三百兵 北洋海军水兵 海军登陆变陆军 这能行吗 可别小看这只 临时组成的陆战队 他们有一个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名字 赶死队 这三百名赶死队员都来自洋水市的鱼雷舰艇队 接到命令后 他们以迅不及掩耳之势 攀爬上炮台隐蔽 在日军即将进入炮台的时候 引爆了炸药库 可就在赶死队员顺利完成任务 准备迅速撤离的时候 惨剧发生了 这张由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 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状况的惨烈 赶死队成员撤到龙庙嘴炮台一带的海边的时候 遭遇到德北 这些北洋水市官兵 全部自杀壮烈牺牲 得知赶死队全居覆没 丁如昌痛心疾首 故事说到这里 电视机简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了 日本人在荣城湾登陆 没有陆军把守 现在明知危海卫陆地兵力薄弱 没有陆军增援 去炸赵北嘴炮台派出的还是海军 那蜻蜓的陆军呢跑哪儿去了 他们哪儿也没去 就驻扎在不远的烟台城中 等待着一个人的调遣 这个人就是李炳恒 山东巡抚 清流主战派 胡广总督张之洞的忠实拥护者 在甲午战争之前 李炳恒就被清流派 特意调到山东担任巡抚 目的呢 就是为了恶心李鸿章 因为这山东巡抚 与直立总督属同一关节 李炳恒可以不听李鸿章的指挥 也就是说 为了跟李鸿章较劲 这位山东巡抚把兵力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边 就是按兵不动 可怜没有陆军防御的北洋水师 剩下的就只有靠自己了 1894年2月5日凌晨 日军十艘鱼雷艇 趁着夜色前进了飞海岸 准备发起偷袭 北洋海军在连续击退五艘日本鱼雷艇后 旗舰定远不幸被鱼雷击中 左嫌后部的机械工程失势 造成了严重禁止 丁如昌被迫下令将其驶往牛工岛东部 浅滩搁浅 充当炮台使用 定远称为副舰 一天之后 2月6号 日军五艘鱼雷艇再次进入微海湾 实施偷袭 连日的偷袭 使北洋海军主力舰支几乎消耗殆尽 随后日本联合舰队出动23艘军舰 正面强攻微海湾 打算消灭北洋舰队 这场海战打到这里 结果已显得意见 丁如昌对陆军救援还抱有希望 他派了水手教习李战元 让他带着球员的密信 坐着力顺轮去烟台去远 并让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 护送他出微海湾 让已经缺件少船的丁如昌 万万没想到的是 被唯一重任的鱼雷艇队 居然临阵脱逃 直奔烟台方向逃去 鱼雷艇队的潜逃 很快让本就不想增援 北洋水师的李炳恒 找到了借口 他上奏 称北洋水师已经全军覆灭 无需救援 但他的谎言 很快就被入京危海前往烟台的 英国印度支那轮船公司 一声号商船揭穿 轮船上的船员称 游公岛上仍然挂着隆起 并未失守 其实连日本人都认为 危海湾上 不会再出现北洋水师的身影了 因为日军已经向丁如昌 送去了劝降书 面对日军送来的劝降书 丁如昌分开地表示 儒等可杀我 我必先死 端不能作毒此事 丁如昌不投降 可有人恳求他投降吗 鱼雷艇的逃跑 导致北洋水师官兵士气大跌 2月8日当晚7时 北洋海军部分军舰官兵上岸 8时大批陆军离开炮台 连同岛上百姓共进千人 到刘军公所门前 向丁如昌求生路 三天后 丁如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炸毁丁远舰 随着丁远舰那声轰隆的爆炸声 丁远舰管带刘不禅 连夜浮渡自杀 以身殉国 2月11号 蜻蜓的援军仍然没有到 刘不禅自杀 这一来 丁如昌就不得不重新审视 摆在面前的劝降书 经过痛苦的挣扎 他提笔洗下了那封 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议的信件 我们来看看 丁如昌在信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在新封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写下了 伊东水师提督军门 伊东自然是指的伊东有亨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 在信里面 丁如昌自称 隔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 信的主要内容是 本军门 使翼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裔 经故意保全生灵 愿停战 将在岛现有之船 及流攻岛 并炮台军械 献与贵国 只求物伤害水陆中西官员 兵永民人等命 并许其出岛归乡 丁如昌说得很清楚 本来我是打算决一死战 直至传尽人亡 但现在为了避免生灵涂炭 决定停战 把流攻岛和炮台都交给你们 但是你们要保证 这些民众和官兵的生命 并允许他们回乡 丁如昌这封信 很少有人提起来 大概因为 他们认为这是一封投降书 对于一个英雄来说 这样有损他的光辉 但事实上 以一个人的名义 一个人的性命 来换取岛上几千名官兵 百姓的性命 这难道不是英雄行为吗 1895年2月14日 刘公岛详约正式签署 北洋海军覆灭 一百多年前 北洋海军就这样消逝了 如今 我们只能从北洋海军的遗物中 依稀看到他们昔日的辉煌 甲午海战后 日军设法打捞沉默 冲在危险湾中的军舰 大炮 炮弹 以及各种可用的设备 都由日本海军军方拆卸 回国后充当被俘的 同类中国军舰的备用零件 剩余的舰体残骸 一部分拆解 切割给国内神社 学校等场所 现在这一张照片里看到的就是定远舰的残骸 经过重新组装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张桌子是定远舰的舵轮改装成的 而这张现存于日本光明禅寺的矮角桌 据说曾经是定远舰管带刘不禅所用 只可惜到了日本 锯断了桌腿变成了矮桌 最后这张是用定远舰船壳板做成的大门 大门刻意接触了修补的钢板 露出了黄海海战中所受的弹伤 正如最后那张照片所蕴含的意义那样 中国清朝后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 消失在蓝蓝的大海上 这对花了一生心血建造他的李鸿章 是怎样的打击 接下来李鸿章该怎么办呢 他伴洋物建海军怀揣强弱梦想 最后却落得人们口中的卖国贼服 李鸿章也不愿意去 可是他能有别的选择吗 马关谈判前日本驱逐谈判世界 难道只是因为授权不足 日本人另有图谋 一声枪响迎来蜻蜓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蜻蜓又能否抓住 早日结束谈判 马关条约签订的背后 李鸿章受到了怎样的威胁与屈辱 而马关条约留给中国的 又是怎样的痴辱 2011年12月16日22点31分 档案携手档案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为您揭秘1894甲午迷居之 李鸿章七血春欢楼